49.3%就是7-11在2019年全台超商的市占率 一個拿下台灣市場一半江山的超商 再來說應該不需要隨著市場起舞 但是為什麼會在全家推出祭杯咖啡的兩年之後 小企業開始推出祭杯服務 甚至成為四大超商中最後一家實施數位祭杯的業者呢? 交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Andy 今天我們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號 何秀玲小姐所撰寫並刊登在經濟日報的行動咖啡戰 小七搶數位祭杯的兩個必需 過去兩年市場對於咖啡祭杯有一番論戰 有消費者認為小七應該要有 有另外一派也認為沒有必要 其實咖啡祭杯這件事情小七並沒有跟不跟進的問題 因為統一超商董事長羅志仙早已默默布局了兩年 做了超過700天的市場分析 一位長期觀察統一超商的法人分析說 這背後有兩個不得不做的原因 原因一,用數位滿足消費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以往超商咖啡祭杯都是採取人工紀錄的小白單 這是為了經營熟客 但是消費者有時也會忘記曾經購買的杯數 人工登記也很耗費時間 所以在2017年全家推出商品預售 讓祭杯數位化 消費者可以隨買隨領 同時解決過往店鋪小白單祭杯的勞務需求 全家採取單店購買跨店分次領取的商業模式 也成了全家會員APP最受歡迎的功能 最受歡迎的品項則以 咖啡、鮮乳分別佔了第一名跟第二名 而7-11今年2月12號推出行動隨時取的咖啡祭杯之後 City Cafe指定咖啡品項有10杯、30杯、50杯的選擇 50杯最低7-4折起正式加入超商數位基杯的行列 而運量那麼久的原因就是因為要慢慢測試系統 讓系統更加的穩定 因為他們加盟店多 為了確保指引與加盟組的分潤 降低外部廠商合作產生不確定的風險 這個基杯系統是由統一超商自行開發 滿足門市即時銷售、即時兌換的需求 同時也讓銷售店跟兌換店帳務透明 確保系統穩定性 銷售專家認為數位基杯是7-11準備提高萊克綠的武器之一 以往用小排單人工基杯的方式是為了經營門市的熟客 因為上班族固定會移動的地方就是住家跟上班地 所以當初小排單的形式只是偏向服務的性質 目前7-11基杯只能在同一間店取貨 但是如果今年2月小七推出可跨店取貨的功能之後 除了可服務不固定地等的消費者之外 更有望持續提高萊克綠 原因2 7-11 需要成長在天活財 去年7-11 電數穩定成長 截至去年年底 店家總共的數量有5,655家 跟前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86家 但是即使持續增加電數 在本月初的內資法人報告中 對於2020年發展的評語是 利潤率與獲利前景不平淡 雖然數據顯示今年他們將快速展電 目標要開出200-300間的新門市 但是同一家店的營收恐怕會持平 原因是因為香菸的銷售上市場表現不佳 加上統一超商提供加盟組每月先時報費補貼 預估每年將增加2億元到3億元的營業費用 所以今年的預估營業率將會是持平的5.1% 7-11 以最受歡迎的品項咖啡 採取分批取貨的方式 增加客人到店的人數跟次數 相信也能增加消費者入店的消費機率 未成長在天彩火 好的 經濟人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今天我們了解到了為什麼 小七在這一波咖啡祭杯戰中 選擇默默布局的方式 參與超商之間的戰爭 而現在正在聽每日商業的你 是否也曾經用過小七的祭杯服務呢? 或是你曾經用過哪些不錯的祭杯服務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